客制化口罩如何印制?不可不知的DTF印刷技术 目前受疫情影响,为了个人健康外出戴口罩成了必备行头 客制化口罩也随之盛行 目前市面上的口罩印刷可以分为满版、局部、对位印刷 而其中的印刷方式大多是在口罩制造前就先印制好花纹再进行生产 满版印刷需要的数量也比较多 且因为更换花纹操作时间比较长 太少的订单往往厂商不愿意制作 成品口罩局部印刷成了少量、多样、宣传企业logo的首选 少量印制且全彩的局部印刷可以在各种颜色花布上来进行高温烫印 目前市面上有透过DTF来进行数位直喷印刷转印胶膜印制 也因此为口罩图案带来更多选择 本篇文章一生将告诉您如何透过DTF技术印制个性化口罩 DTF印刷原理是什么? DTF是指数位直喷转印胶膜 它是使用带有离型的转印纸 利用热绒胶粉粘附在墨水上的特性 自动将热绒胶粉定位 打造免切割 免条字的印刷方式 透过热转印机即可将转印纸上的图形转印制口罩 衣服等纺织布料上 现在人人佩戴的口罩属于纺织品 在印制上有不同方式 有DTF数位胶膜直喷 升华转印 浸泡燃料等方式 各种印刷口罩的方式各有利弊 以下我们将告诉您DTF印刷口罩有哪些优点 以及为何要使用DTF技术印制口罩 1.印刷成本低 DTF设备相较于其他大型印刷设备成本非常低 透过简单的设备就能生产克制化口罩 尤其目前疫情严峻的状态下 许多人开始关注克制口罩的生意 DTF非常适合小型工作室 个人卖家操作 即使在家也能打造小型生产线 且DTF技术主要是以热溶胶粉加热成为结晶后 压印在口罩上 使用DTF印刷的口罩不会在布料上残留有害物质 不过该注意的是印制区块的表面会产生一层胶 不利于透气 不DTF印刷较适合印制小logo字样 不适合做满板印刷 2.免开板免质板设计多元 上述提及DTF的原理是 透过热溶胶粉沾附于墨水的特性进行自动定位 不需额外开板 质板节省很多人力及成本 且不需挑字的特性为设计带来更多可能性 不必受限于传统歌字机无法切割过于细小的图文 DTF印刷可在口罩上印刷企业logo 彩色图样 色彩精细度高且效率高 DTF技术可印刷如口罩 衣服 帆布带 帆布鞋 帽子等布料织品 这些商品都可透过适合的热转印工具达到精致鲜艳的转印效果 因此DTF设备可帮助您成立小型客制化品牌 生产个性化织品 透过DTF技术印制口罩操作简易 按照以下步骤就能轻松印出色彩鲜艳的logo 文字个性化口罩 1. 离形转印纸印制 透过蒙泰软体将图像导入 输出至DTF印表机 将图形印制在离形转印纸上 2. 抖粉 利用墨水粘附上热绒胶粉 再将多余的粉抖除 3. 烘干 将粘附热绒胶粉的离形转印纸放入烤箱 温度设定130度左右 烘烤约1到2分钟 使表面呈结晶状 4. 热转印 将离形转印纸贴于成印物上进行热压转印 5. 撕除离形转印纸完成转印 按照以上5个步骤 色彩鲜艳 质感细腻的logo口罩即完成 即使在家也能够创造小型生产线 提供克制口罩印制服务 疫情严峻的状况下 许多人无法外出工作 许多产业面临停摆 转型的命运 如果您也在尝试经营克制化商品的行业 一生提供多种印刷设备可帮助您在克制化产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DTF 数位直喷转印胶膜推荐一生 不仅提供直喷 热转印 热升华等印刷设备 多年的经验更完成了众多克制化产品的印制 现在就马上填写表单参观各项数位印刷设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